期待已久的路由岛校外教学之旅终于来了 这五天失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CAMPEN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吧 行きましょう 你有办法想象吗 凌晨四点多 网路而岛的柜台 已经这么多人在等了 出国的心情真的不错 哪怕没有搭上飞机 光是在免税商店逛就很开心了 赶快来去跟同学们会合 找到我的团员们了 找现金 我可以拍一下对不对 对不对 OK 哇 这么用心太棒 你老师是谁啊 怎么厉害 我刚才在那边查那个字 怕讲不出来 我们先来泡汤 然后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做12点40的巴士 所以大概泡个20分钟左右 我们就要去买票咯 哦 怎么那么舒服 怎么那么舒服 我给你们魂育要收钱的哦 我给你们魂育要收钱的哦 老师 我们看不出来你长得这么高 对啊 他们都以为你网路上感觉就是 什么东西 你自己走我不理你了 我故意跟你讲说 见到面才知道原来老师又看又看 我也这么觉得结果老婆说 你需要听实话还是谎话 哈哈哈哈 我一向都相信谎话的 哈哈哈哈 没有啦 这个是路而导的方言啦 对啊 那就是那个意思啊 对啊 对啊 那就是很奇怪呢 它们好多那个 中华拜就是他赛的 哦 那Musee是什么 Musee kawaii Musee 我已经感到温泉的热度了 对啊 对啊 因为这个是热度 这一票都是我们的人 占领的这一个竹汤温泉 感觉怎样有味道吗 有 有味道 有味道 什么味道 有味道 有味全味 有没有臭臭的 哈哈哈哈 同学们自己要买票哦 我们是坐10号的巴士 往国分 然后这边看到是蓝色的乘车处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虽然蓝色有很多车 但是因为我们是国分 所以一定要国分有停的站才可以 比如说1点 虽然1点0分的有10号的车子 但是因为国分是没有停 我们只能坐45号车 我们只能坐10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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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OK 那你看有吗 对 我们要坐到他顾倒在这里嘛 我们是做10号的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要去录屋 那应该是垂水港 垂水港 我们看看 垂水港应该是国分 有没有看到国分测车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对吗 有啊 有啊 所以你能看到你就不用金上面 对吧 因为那是蓝色嘛 有两个方向对不对 就像在台湾 要去高雄还是要去台湾 你就找 我们是这里 我们是这里 这里 只要我会知道 一定会有啥 有没有 有没有 那边就有鞋了 没看到 对吧 我们不是录屋嘛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小资讯分享给大家 我们在路由岛机场要搭公车 往市区前进的时候 有发现 西瓜卡以及PASMO 是无法在这边使用的 那虽然 这边有告示是这样子说没有错 但凯文老师在路由岛这几天 搭的 路由岛的室内电车 也就是JR公司的电车 以及路由岛室内的轻轨 他们叫做市电 这两个交通工具是可以使用西瓜卡跟PASMO的 那储值的部分呢 可以在Seven或者是全家储值 一般的路由岛的电车 贩卖机是没有提供储值的服务 这点资讯供各位参考 另外一点 由于日本最近有换新钞 新的钞票以及日币是无法在一般的大众交通工具 或者是所谓的自动贩卖机是无法被辨识的 但有些是可以有些是不行的 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在搭公车的时候 事先好准备好零钱 而且是用旧钞或者是旧硬币 避免发生下车之后无法顺利下车喔 Mix in 好 好 set set 好 这样听有吗 有 有 我听没了 哈哈哈哈 好 他不是一个叫做PAC吗 PAC就是打包的意思 好 所以他打包价就是一千块 懂我意思吗 对 我们配套的房子 啊就很大 那不是啊 他那是整座互利你知道吗 整主给你的意思 啊抵高是外代价 这是整座 比如说来 比如说三盒一盒三百对不对 然后三盒卖你两千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对吗 对啦对啦对啦 亲密啊 这三百了然后三二千 这样知道 亲密啊 啊你去这边 我给你来咯 啊讲日文咯 还讲日文咯 还讲日文咯 来我给你我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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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动 他是他动 他是他动 是他动 小米 这里要解说一下 我们的小鹰总统分身 原本是要表达小米奇元 但是最后一个鹰 元没有发出来 这个店员反应非常好 知道他在问的是小米奇元 赏味其限 真的很厉害的日本人喔 小米奇元 小米奇元 你怎么回事 小米奇元 我来这里 这里 我来这里 我来这里 10月25日 没有人计 嗯 还不错 还不过季 还不过季 所以今天几号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吃我 我去吃虎啦 哈哈哈哈 这个女儿交代要买 啊你现在买喔 回来买啦 不然你的生意最多喔 就是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地方 当然啦 不然你回家 所有的也吃 啊可是我不可以买的现在吃吗 可以啦 可以可以可以 你不要这样说就没意见啦 我们几个人齁 十九个对不对 十九个 十九个 三盒 三盒 两盒不过两盒才十八十六盒而已 要买三盒 我来刮 刮的就好了 哎哟 没错喔 刮的就好了 刮的就好了 就是那个 这样的行程 各位觉得好玩吗 我们从桃园的机场出发 零柜登记 通关上飞机 甚至抵达日本的机场 出关领行李 买 公车车票抵达饭店 都是让同学们自行操作的 不同于渔网跟团 自一般的自游行 让团员平常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日文 直接拿出来用 虽然会会有点害羞 有点声色 但是这个就是让我们体验到日本的在地生活 那晚一点 KB老师会陆续把我们第一天晚上 要去吃烧肉的过程 以及烧肉我们遇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再一一分享 那请同学们要继续跟着影片来喔 希望我们明年的三月份 可以再去鹿鹅岛一次 各位我们接着往下看吧